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術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哎呀,你輪轉天來 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哇,這麼好的? 那就多買一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聽元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元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的資訊 和最新的發言 讓你和你的家人可以享受到健康的人生 Hello,元醫生,你好 Hello,Della,你好,大家好 今天我們有個題目 有些朋友就和我說一些困擾的問題 就關於皮膚上面的 醫生就說他是牛皮腺 元醫生,你有什麼方法可以幫到朋友呢? 相信牛皮腺很多人都認識的 因為都比較普遍一點 當然沒有濕疹那麼多 但都是比較容易出現的 通常是成人多些的 濕疹就好像從小小就開始了 這種牛皮腺主要是一個 我們身體的皮膚的細胞 是生長得過快的 它的速度 新的細胞出現 差不多是10倍於正常的速度 所以你看到有很多皮舌走出來 所以不斷地生 不斷地脫皮 好了 當然如果你的皮脫皮 就是生得那麼快 但脫不切 就慢慢地 你會看到什麼呢? 一塊塊的皮舌 又紅啊 又腫啊 那有時候呢 有些銀色那些這樣的皮笑 所以都叫銀笑銀舌病 那就是看上去一白白的 灰灰一白白的 好像那些銀舌病 其他那些是那些死皮來的 那牛皮腺可以 身體任何地方都可以出現的 那通常呢 就會在那個頭皮那裡 或者那個膝蓋 或者那個手肘 甚至乎屁股 或者是那個手腕的背部 那牛皮腺跟那個濕腺有些不同呢 牛皮腺通常是不會癢的 哦 它不是癢的 不是那麼癢的 不是不可以濕腺的 濕腺癢的機會大些的 那但當然啦 這些皮呢 不是一個正常的皮 那如果有些人呢 即是手癢呢 就是去癢一下它 撕掉那些膠 那些痂 那那些痂 那就會通常就可能會 就是會出血啦 那通常牛皮腺的時候呢 它有時候呢 是周期性出現的 它來一輪之後呢 那跟著呢 就自己又康復一段時間 那那個皮膚又好像康復了 那但有時候呢 就算那個不是發作期呢 那皮膚呢 通常呢都會比較是厚 和乾的 那牛皮腺呢 有些人呢 就會連帶那個指甲的 那你要看到指甲呢 就有很多些 有些紋 還有一些粒點 那 那 那種一種的牛皮腺呢 我叫做 發濃性的牛皮腺 那這種情況呢 通常在手啊 或者腳底那裡呢 會出現很多些水泡 那些水泡呢 可能有時候會發濃的 那 那 牛皮腺呢 也有時候連帶呢 是關節的問題的 那有時候呢 會導致手指 腳底呢 是有關節炎的那樣 那這一種的牛皮腺呢 我們叫做 soriatic arthritis 就是這一種的關節炎 關節炎 那就是說呢 牛皮腺型的關節炎 那這樣 好了 那 那其實相關的那個 那個 那個指甲 那大概呢 百分之三十到五十多的人 有牛皮腺的人呢 都會看到那個指甲有問題 就是出現 出現點啦 粒點啦 還有 有顏色啦 還有呢 就是會厚的 那個 那個 那個指甲會厚 其實有些嚴重一些 其實是很酸的 好像灰甲一樣 厚厚的 那 都幾多人有的 是 那些人會問 到底牛皮腺是怎樣成因呢 說真的來說呢 現在都不是很清楚的 為什麼會有些人有牛皮腺 就是在西醫的角度 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是的 醫生都沒有說到 是的 其實有時候呢 跟遺傳有關的 就是有些 有些發現 就是在家屬性 有些這樣的症狀的 但是大家要了解 其實什麼問題呢 遺傳 有沒有遺傳也好 我們那個後天的因素 是很重要的 我叫epigenetic 就是說 不要說 我們是遺傳的 所以就沒有辦法的 一定會生出來的 就不是一定的 那其實很多問題 都跟我們的生活方式 是一個很大的關係 就是你用一些 你的生活方式 飲食方式 是會導致 哪些遺傳病會出現 也有很多遺傳病 可以不會出現的 所以不要說 這個是遺傳的 就是等於不能醫 其實絕對不是的 好了 那在我們的治療的角度 我們會怎樣看呢 那我第一 就會看一下背後 有沒有食物敏感的問題 因為其實很多很多的病 叫做自身免疫病 那些的 其實背後都有食物敏感的 所以我們會留意一下 那人的食物 是吃什麼呢 那 通常我會做一個 飲食的調查 給它一張大的 那它盡量呢 那它盡量呢 將它平時的 飲食的那個 食物呢 是完全記錄出來 那樣 那我們就會看一下呢 有些什麼食物呢 它有機會是敏感的 那當然呢 它們可以做一個 食物敏感的測試 是 因為很多的敏感呢 如果是即時發作的 就很容易知道 是 是 但是很多的敏感 食物敏感呢 是現遲式的 那就是 你不是立刻發作 可能過一兩天才知道 那樣 那變得很難追了 那我就會用一種的 測試 很簡單 刺手指 就是抽一點點血的 用手指的血 幾滴 那我就去發現的 可以發現到很多食物的 敏感的可能性 那當然 除了這個測試之外 那我都要留意一下 就是現在自己會知道的 通常食物敏感呢 我們有個線索 如果那個人呢 是很喜歡吃的 很渴吃這種食物呢 那通常這種食物呢 對他來說呢 是有一種敏感性的 哦 反而很喜歡吃 就會有 就是有機會 是會有敏感的認識 沒錯 這個很有趣的 這個的 這個的道理呢 我很多年前 幾十年前呢 我有一位同學的爸爸 那個Marshall Mandel Marshall Mandel 就寫到一本書 就是講 全國食物敏感的 是 那麼他都解釋這個概念 就是一些人呢 身體不知 就是一種很突然的 就是一個渴求的 渴求的 渴求的 但是那種食物呢 其實是令他有 產生的敏感的 但是跟著呢 他又好像覺得 一種癮的 是啊 真的很難解釋 那麼當然 也都可能就是 因為那種食物呢 是經常接觸得多 本來不敏感呢 都變成敏感的 就是過量了 就引起反效果 長期 長期刺激 刺激 刺激 那就突然之間呢 就觸發他敏感的 因為很多人會說的 其實我吃的東西 我吃了很久 吃了很多年 很多時候如果你這樣說 都是會 是啊 那我以前沒有的 那為什麼現在會有呢 那其實這個就是問題 我就說 因為你經常接觸這種食物呢 你的身體就成為敏感化了 我英文叫做sensitize了你了 哦 我記得我小時候呢 我有一次呢 就我們學校去沙田旅行 那時候很多十年前 那時候 中學小學那時候 小學那時候 那時候呢 那時候呢 就在沙田呢 就很多那些海鮮湯的 那些 那些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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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記得我吃了很多的 那自此之後呢 我就對那些蜆啊 那些蜆就敏感的 那會成了之後呢 我就會嘴唇呢 就會有一些拋疹那些出現的 哦 那遲了很多很多年 才脫的 那其實就是因為這件事 我當時呢 就是拼命吃 拼命吃 吃了很多很多 接著整個身體就敏感化了 那我自此就又 那都 都遲了多一段 一段妥長的時間 那幾個年之後 那慢慢的身體 慢慢就處理了 就沒有了這些問題 那當然啦 那身體的人 一路成長呢 我們的身體免疫能力呢 一路一路地樹立起來 那很多時候 身體都可以克服得到的 是 好了 那處理牛皮絲呢 正如處理很多很多健康問題呢 我們的著重點呢 都是放在那個消化系統的 嗯 如果你的食物 如果你的消化系統 有炎症 或者有 我們叫做 有腸漏 那變成這些食物呢 因為它未完 未經完整的消化呢 就會進入我們的血液了 那被身體呢 就當為一個外意外的 就是外來的物質 那對它作出一個反應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敏感了 是 那通常呢 和那個腸道是很重要的 那所以我們處理那個 那個 那個 那個牛皮絲呢 我們第一線的那個 那個 那個主力呢 都是看一下它那個腸道 那個那個 那個情況好不好的 那很多時候呢 因為食物不能夠完整消化 啦 尤其蛋白質啦 那就導致很多些毒素 那這種毒素呢 我英文叫polyamine 一種 一種 amine的成分 那這個呢 就可能呢 會導致這種毒素呢 會導致我身體呢 那個 那個皮膚呢 那個皮細胞呢 是不斷地來 來增生的 好啦 那還有一個問題呢 就是我們有時候 看看有沒有 唸豬菌的因素啦 那唸豬菌呢 就可能有其他的那些 產生很多的其他的 菌的那些 那些副產品 就是毒素 會出現的 那所以這個 也是一個 唸豬菌的真身 其實唸豬菌 一個人都有 沒有的 只不過它是平平衡的 是 如果它出現不平衡呢 那令到我們呢 那個好的那些益菌呢 就會被它 就是 押低了 那所以我們也需要 一些好的益菌呢 是幫助我們身體那個平衡的 那所以我一講 處理那個 那個益菌呢 通常呢都是 因為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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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菌軸是不平衡的 那你知道大家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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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生素 將我們的 好菌呢就是破壞了 那還有一件事 在我們處理那個 牛皮膚呢 我就會看它的肝的功能 那大家知道呢 肝是一個化工廠 那 也是個過濾的系統來的 那所以很多時候呢 如果我們的肝功能是弱呢 那 那我們的過濾的問題 和化工廠 化解毒素的能力一減低呢 那我們呢 都會出現這個問題的 那 所以我們有時候呢 就會用一些 就是 护肝 护肝的營養素 是幫助我們的肝的功能呢 就會 會 強 強化 強化 那還有一個關係呢 我們發現呢 有很多些 牛皮膚的人呢 他那個 必須要的脂肪酸呢 就是 靚那些油的脂肪酸 是不足夠的 那有時候呢 我們在這方面 都可能會進行一個 適當的補充 那其他的因素呢 可能 壓力啦 很多人都說啦 壓力大會出現多些 那但是 今時今日做人 怎麼會沒有壓力呢 是吧 就是我很多年前呢 我在 在加拿大 一個父仔有一個病人 他一個農夫來的 那他們就說出來 他就說死人就沒有壓力了 那他整個人都沒有壓力了 那是容易說啦 那但是其實呢 是壓力呢 是人生的 就是很難避免的 那看你處理得好不好 那還有一個可能性 就是那個荷爾蒙的關係 那有時候可能 那個環境的 太陽燒傷啊 那有時候呢 就會有其他的因素 就突然之間觸發出他 很厲害的 嗯 好 麻煩你 袁醫生 原來呢 那個牛皮屎的成因呢 綜合給大家了解一下 那那個的症狀出現呢 就可能會有一些呢 紅啊 有些很厚的皮啊 甚至乎有時候 有些是會有一些 白色的皮膚 好像一個 皮癡 皮癡 那樣 所以也都會有一個 牛皮癡也有一個叫 銀舌症 那樣的問題 一般那些皮膚都是會比較厚 乾 也都有一個周期性的 甚至乎有時候呢 會在指甲上面都會出現 有些特點啊 有些的坑紋啊 那樣的 那比較再嚴重 先呢 就會有些 化膿性的牛皮癡 就通常會出現 在一些 腳跟啊 或者是 手掌裏面 那些東西 那樣的 那那個根源上面 來講 為什麼會出現了呢 那有些人就說 是 遺傳啦 那但是主要 我們都覺得 可能是和他的 日常生活的飲食習慣 一些的 不是很好的飲食習慣裏面 那也都在消化系統上面 就把那些蛋白質呢 難以消化了 或者是有一些的 那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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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肝的功能也都會有影響 那在大環境裡面呢 就可能很多人都說了 那些壓力呢 或者你的荷爾門的改變 過份的那些曬太陽啊 或者另外的疾病的引起一些 那些的 那些的 令到他轉化了 做牛皮癡啊 也都是 因為不曬太陽 或者是過份了曬太陽 的時候 那個維他命D的不足 這些都是 那些都是 搜集了下來的 成因的問題來的 OK 那還有呢 就是那個藥物 藥物 藥物的關係 那大家時候呢 應該呢 都應該呢 是 那些無謂的 化學藥物呢 盡量都是避免啦 那 那盡量用一些 天然的工具 處理身體任何的健康問題 我認為這個是最佳的選擇來的 好 這一節時間呢 我們差不多了 待會我們回來 繼續去自然療法語 今天有題目是 牛皮癡 我們平時喝的水 都充滿了重金屬 雜質 綠氣 和細菌 我會用健波能量活水器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雜質之外 還可以活化水中的訊息 健波能量活水器 生命之源 健康之全 陸創意健康店電話 288248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歡迎回來第二節 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繼續我們今天的題目是 牛皮癡 或者叫銀舌病 剛才我們也請袁醫生介紹了 牛皮癡的症狀 或者成因 很多觀眾都很渴求 想知道 那個處理的方法 在自然醫療的處理方法是怎樣的 因為在自然醫療 我們都很著重 就是醫食同源的 用這種方法去處理問題 袁醫生 今天你會怎樣幫我們的病人 幫我們的觀眾 聽眾去處理牛皮癡呢 在飲食方面 我曾經都所說 其實身體第一 要排泄得乾淨的 即是我們食物裡面 最好就令到我們身體 大便小便 會排泄這個毒素的渠道 先打開 牛皮癡之外 毒素 其實在我們皮膚走出來 我們用其他渠道 我們的大便小便 即其他方面 來疏通它 它就會更加處理得好 食物方面 我曾經所說 牛皮癡呢 其中一件事 是我們的消化方面 出現障礙 有些蛋白質的消化 我們食物裡面 有些食物比較容易消化 有些比較難 譬如在蛋白質的肉類方面 我知道 豬是比較難消化 豬肉比較難消化 如果相應是魚 那些深海魚 或者蔬菜類的食物 豆類這方面 會比較容易消化 即是吃多些蔬菜類的生機飲食 這個很重要的 是 增加我們的纖維 OK 吃多些完整的豆花 還有蔬菜 蔬菜水果 這樣 每一頓都吃多些豆花的食物 要你吃菇類 吃些完整菇類 不要這樣吃白米飯 吃些五菇米 這個就會加強我們那個 纖維 纖維幫助我們排泄系統 好了 我亦都知道 有些必需要的脂肪酸 是一種減低我們的炎症的 會大大改善這個問題 譬如那些魚 Mackerel 或者沙文魚 這些都是一種 一種很好的 必需要的脂肪酸的來源 有些人喜歡吃素的 當然不少阿麻糬 或者阿麻糬油 你知道阿麻糬本身 是一個 纖維很豐富的 有些人就會 阿麻糬用一個 磨咖啡豆機 即時將阿麻糬磨粉 一、兩湯匙 多喝點水 來幫助 還有的情況 很多時候牛肥腺的病人 發現它是 那個 身不足 升不足 還有維他命A都不足 我知道 食物方面 身是什麼呢 那個 南瓜子 對不對 維他命A 通常是有顏色的食物 黃色 β-carotene 胡蘿蔔素 所以橙、紅蘿蔔 這些熱綠素 都是這種適當的食物 還有排泄 腎要排泄 尿度要排泄 怎樣幫助尿度排泄 很明顯是喝多些乾淨的水 每兩個小時 就讓我們平時刻意去喝 不要讓自己很乾乾 有些人沒有什麼口渴感 在這個情況之下 試一下怎樣去避一避 多些喝水 這裏講了我們應該要吃些什麼 那有沒有什麼 我們是不應該要去吃的呢 試一下盡量減 有時候要自己慢慢試的 那當然兩個人說 不要加強消化負擔 大部分牛肥腺的人 其實很多時候 對消化蛋白質 都有點困難 所以盡量避免一些 紅肉 豬 尤其是 豬肉 雞禽類 還有牛奶 這個都是比較上一種 對有些人來說 消化是需要 即是難一些的 那紅蓉扣牛奶 就是有一種的 rachidonic acid 那這種是一種炎症的 即會促進發炎的那些成分 那當然啦 煎炸熱毒 整人都說 那些煎炸的 肥利東西 那些junk food 那些通常都不會鬥 那還有這些食物 通常是那個糖分很高的 嗯 那一定呢 就要戒掉那些 這類的食物 酒精 酒精是一種炎 一種催化發炎的 那盡量就不會喝 即有些人就 我最近有些 聽到一些資料 因為很多人就發覺 原來少量的紅酒 是有益身體的 會幫助心臟病的 是的方家是這樣說 通常有方家是這樣說的 我最近聽到一個比較 一個節目呢 這個科學家是三十多年了 我認識她三十多年了 她說她做過很多研究 她說完全沒有根據的 真的嗎 她說任何呢 即是不要說moderation 有些人說 唉 少量啦 是有助身體的 其實不是的 譬如她發現 譬如有些國家 譬如法國這樣 是 有些意大利 她有些人的食物 即她的心臟未必那麼低 但她很喜歡喝酒 喝紅酒 是的 那他們就以為 因為紅酒來幫助她 其實不是的 是 這個國家 她喝很多其他東西的 有些抗泉水 歐洲有很多抗泉水 其實不關那個 是因為紅酒關係 所以酒精會 即是 少量的酒精會幫助 其實這個是 沒有什麼真正的 很強的科學證實 所以酒精盡量 全部避免 避免 因為酒精雙乾 對呀 剛才說過 乾都影響 所以 盡量 有些人 現在的問題 有些人說 適量 少量 其實這是一個 挺危險的概念 適量的毒藥 就是毒藥 沒有什麼 少量的 所以有些東西 是真的不好 絕對都是戒掉 明白 當然有些人身體 都基本上挺好的 喝酒 吃煙 都挺長壽 也會有 但是一般人 盡量 有可能這些人 連這些東西都不吃的 長壽人 可能更加長壽 是 可能到九十歲 可能連那個煙酒都戒 可能一百歲 這個真的是 在醫學上 科學上 的資料其實是很確實的 是 當然很多人 都會給很多例子 有些人生活是很差的 不見點的 都很長壽 當然有這個 但是整體 你可以看到 我們的醫學上 科學上的資料 顯示 我們的飲食對我們的健康 是很大的關係 沒錯 不要以為我們的基因很強 但是 今時今日 我現在的診所裏面 我已經三十幾年了 早年在加拿大 我現在的病人 可以這樣說 最多是什麼人 是癌症病人 現在已經是三十幾歲 四十幾歲的癌症病人 不斷地出現在我的診所 現在的小孩子 有些什麼問題呢 致病症 我最近才看到一份資料 我以前經常跟別人說 自閉症那個發生率 大概四十八 即一個 四十八個身份就是一個 其實原來這個資料 當然是西方的 是美國的 香港 你知不知道多少 香港我都最近在社交平台看到 香港好像是最多自閉症的人士 好像超過了多少 醫生都是你告訴我 我忘記了數字 原來香港是自閉症率 是全世界最高的 我猜不到 總之我們診所裏面 很多小朋友是自閉症 阿士伯格 不同形式 是二十七個有一個 是全世界最高的 你想想 對我們的社會的資源那方面的消耗 家庭那種壓力是驚人的 是二十七個有一個 其實很多時候我都很強調 這個和我打針的關係很強很強的 我最近都開始聽到那些 有些人說 在醫院裏面是說 叫人打針的壓力好像減了 他有時候會問你 最近有個病人 他是因為剛剛懷孕 他去醫院生十五個小朋友 他到他們很有趣 他發現那種 他們經常問你 你想不想打針的 以前是 以前照樣打的 是一不用問你就照樣打的 現在他說 他都很奇怪 發現他這次入院生十五個小孩的經驗 當然這個是第一胎 他說 他不需要太 他經常會問你 你想不想打針 問你想不想打 回頭 我生了孩子的時候 我說不要打針 所有人都要來問我 為什麼你不打 是 你說的 是十幾年前 十幾年前 是十幾年前 是十幾年前 所以你看那個 沒有東西的 這個資料是越來越多 大家上互聯網 當然主流傳媒是不會說這件事的 原來為什麼主流傳媒不會說這件事呢 因為主流傳媒在外國起碼 他們那個 當然靠廣告 是 百分之七十的廣告來源是跟藥廠有關的 明白 所以他們不會做任何事務 是會傷害藥廠的利益的 所以打針 一定 打針 雙身體 是他們一定會說的 所以大家知道 就是向淺中行 你跟著淺的方向 你會明白整個地下是怎麼運作的 一個經濟模式來的 所以不是要講真相的 當然 現在整個醫療的制度 是需要病人 屬於需要病人生病 如果病人康復了 就等於一個顧客失了 所以這種醫療的制度 那個設計 那個經濟設計之下 是不可能會有健康一日的 除非我將這個經濟的模式 盡量改了 徹底改了 才有機會的 我們香港很大行動 以前我已經有一個方案 我最近認識一位朋友 他是一個很出名的風水大師 大家聊起來 原來他有一個提議給政府 講香港經濟的問題怎麼解決 那我也順便講一聽 其實我也有的 我有叫做Better Hong Kong Movement 那個平台 那裏面我有個2007年 那個立法會競選的政綱 我就講很詳細解釋了 整個香港問題應該怎麼解決 那大家有興趣都可以 就是加入 我們希望多些志同多的人 是好好的去改善這個香港現在的問題 是 好 講回我們的政態 好 食物那方面 我們要了解 有些食物是容易些觸發敏感 例如哪些食物呢 就是那個麥配 就是那個 Glutin Glutin Glutin是很多的 是很難的 很多人有的 因為很多人喜歡吃麵 是吧 吃麵包 應該是我們很難脫的 糯米 尤其是糯米 有些人吃糯米 就馬上會肚痛 這個很明顯 幸好他知道了 但有些不是那麼快的反應 牛奶 糖分 還有有些時候是那些金屬的蔬菜 譬如橙 檸檬 即酸性 有些人都會出現問題的 所以大家要留意一下 是 要留意 當然我們會教病人 是怎樣呢 是徹底 是一個按部就班 是怎樣去徹底去尋找這個問題的 好了 還有一件事就是那些咖啡因 是不是 有些人喝咖啡 喝濃茶 是 這個跟剛才的成因 有壓力 有壓力 但是人們要有咖啡 要有咖啡 是 所以 這個也是一個循環 你可以看到 其實呢 我們的飲食習慣 我們那個食的方法 其實對我們那個 牛肥腺的處理 其實很大關係 很可惜 那大部分人 你知道 有牛肥腺 通常去西醫那裡 通常用什麼呢 就用濾骨醇 是吧 塗藥膏 那通常呢 最可惜呢 通常呢 早期呢 查一下就會好一會 是好一會 是 剛才你都講 可能有時候 一個循環性 周期性 那樣 不是 它會按了它的 就是它按了它的 那你按了之後 那些人就會多開心 那但沒多久呢 它又回來了 是不是 那接著它又去按它 那你會看到呢 初初可能一個很少的部位 那越按越多 越按越多 那這個是一般人的 通常的經驗 在西醫處理方面 那現在就是說 那你那種是一種消炎藥 那你那種是一種消炎藥 那當然牛皮腺是一種炎症 那但是呢 為什麼它會有呢 為什麼你會發炎呢 不是因為你身體缺乏消炎藥 是 所以你真真正義的要解呢 你要處理那個根源 是 你不處理根源 那個問題呢 就始終都很多年 很多年都解決不了的 我見到一些牛皮腺的病人呢 幸好一些人呢 就是不在頭部 不幸在頭部面部 那有些人是 成身 腿啊成個屁屁的 成身都是這樣 那它一脫衣之後呢 它一脫衣之後呢 它一脫衣之後呢 它呢 那以前我有一些牛皮腺病 在我診所之後呢 那我立刻要吸塵的 因為整地都是銀少 那所以呢 那當然呢 這個不是一個 可以很急速可以控制的症狀來的 那大家是需要的時間 我通常都要求呢 都是給我起碼半年的時間 因為我有時間慢慢改它 教它去處理 那當然呢 健康的保養 不是半年一年的 是一世的 沒錯 那這節時間呢 我們又差不多了 我們一會兒再回來 繼續治療法與你 今天的題目是 牛皮腺 陸創意健康店 是一間最多元化選擇的健康店 提供二千多種不同種類的健康食品和飲品 環保家居及個人用品健康產品 營養補充劑 一系列健康舒適等等 陸創意健康店 電話 電話 28824848 網址 3W多 H E A L T H S H O P 這叫銀舌病 袁醫生 剛才我們聽過了避免食物的情況之下 你自然醫療方面 其實很多時候有針對性的治療方法 這次牛皮腺 你會用什麼方法幫病人呢 好 在前醫療的診所 像我們一樣 我們都有很多工具 其中工具 我剛才所說 就是消化度 最主要是蛋白質的消化度 我們知道消化肉類蛋白質 通常是需要什麼呢 是需要酸的 需要鹽酸的 OK 所以我們有時候 我就會給病人 服食一些鹽酸的丸 是 Baitan HCl 這些叫做Coryl Acid 每次吃東西 就加這些丸 當然這個是鹽酸來的 有些人吃了之後 就覺得胃會灼熱 會不舒服 如果是這種情況之下 就為了減量 這是一種方法來的 看看它會不會幫助消化 當然除了HCl 就是Coryl Acid 我有很多消化效素 是 其他方面 就不一定酸的 不一定用鹽酸去治療 這是第一個方法 第二個方法 就是用魚油 在外國做過一個很大型的 我們叫做雙重蠻脹的研究 治療那些 牛皮癬的病人 他們用大約10克 10克的魚油 每天用它8個星期 比較早就用安慰藥 發現食魚油的組人 他的症狀是大大改善 例如癢養減低 紅和脫皮的情況 大大減少了 這就是10克每天的用量 用了一段長的時間 另一個工具就是維他命D 但我最近很多這方面的資料出現的 原來維他命D 不是只是維他命 大概是一種荷爾蒙 身體是很需要它 今天早上 我又聽到一個資料 原來最近發現 自閉症的細菌 其實可以用維他命D3 因為幫助它 當然我們要求 2500到5000的國際單位 每天吃飯 跟著飯吃 因為始終維他命D 是脂溶性的 食物裡面有油和脂肪 這樣吸得比較好一點 通常發現 維他命D 有其中一個缺乏的問題 還有呢 我就用那個護肝 牛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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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個簡單的草藥 但是一般人都知道 這個乳戒 煮的是什麼呢 是幫助我們清肝毒 減低我們細胞的真身 每天 每天250mg 13次 幫助我們的疏肝 疏肝疏肝 這次是維他命B12 那通常呢 以前有些人就會注射 因為維他命B很難吸收 但當然呢 也有很多那些 是口腹性 就是利體軟 維他命B12 一個方法 好了 還有呢 就是我們中國人都所識 就是土伏寧 土伏寧 土伏寧 一種是減低我們那個 腸臟類的菌 西方的草藥都經常用 Sasa Spirella 那最後呢 就是我們那個 消化方面 會一些消化的酵素 幫助我們的身體 是吸收得很好 那大家看看 其實我們的 針對性的工具 都會有 有幾多下 是 那如果整體來說 一般來說 你都會有什麼建議呢 除了剛才那七種的 就是針對性的治療方法之外呢 那其實一般來說 你有什麼的提議給觀眾 那通常呢 是一個 就是一般的飲食 那麼我們呢 我都很多病人 我們病人都知道的了 我都會介紹一個 那個 就是超 Super Green Food 嗯 那我叫巴哩Green 那巴哩Green 那裡面呢 有螺旋組啊 那個 就是很多的 十幾種的 那個 葉綠素有關的 食物來的 那我通常呢 我就會介紹這個 我通常呢 就會混合 做個早餐 我叫做 巴哩Green Cocktail 是 那一種雞尾酒的 那就加那個 巴哩Green 那些粉 一盒 那接著會 沾些阿麻子油 那現在我最近呢 都不是只有用阿麻子油 那麼簡單 我會用那個 大麻油 Hamp oil 大麻子油 那還有呢 就是那個 那個 椰子油 這些油呢 我都會加進去的 好的油 是的 一個很質素的油 那我就會再用那個 那個 那個 KASIS 八二子 那接著呢 奇二子 奇二子 也叫做八二子 那這是一種比較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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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營養的 對 杵三糕都很有幫助的 因為他都很豐富 那個那個 阿米加三啊 那些 那它有纖維油很好的 嗯 那又再加 奶啦 當然我用了野奶啦 或者杏仁奶啦 那就是盡量呢 都是不要用那個 那個牛奶的 魚類產品 不要用魚類產品的 那這個是一種 就是基本的 那也都有一些人呢 就會用這個 Risi Risi就是靈芝那種 嗯 那有些人 大家知道呢 香港現在很多很多 靈芝的產品 那靈芝的主要是什麼呢 會改 就是加強我們那個 那個 肝的排毒功能 那樣 那還有一些 就用益菌 當然那個 那個 那個護乳酸菌 那個最最簡單 那 有Bifidus 就是這兩個 是最最最基本的 那通常呢 我們就會用這些 即高質素的產品 那 那個乳酸菌這方面的 那還有就是 濃膽 濃膽 濃膽蛇肝 就是其實 濃膽呢 在那個 在那個 歷史原油療的 體質水療的 裡面呢 是很多用這個 濃膽的 那濃膽呢 是清瀉 就是改善整個的 消化系統的 那有很多問題呢 我們都用那個 濃膽呢 是增強那個 身體的 消化能力的 嗯 那我們公司有些 很簡單的 一個 一個 G capsule 那當然 那基本上 打底呢 就是那個 維生素方面 其實多方面都很重要的 那還有一個飲品呢 我現在都開始很多很多人用的了 那我的病人差不多都用的了 就用那個 蘆薈啦 蘆薈汁啦 加一個 山竹汁啦 是吧 那加著呢 我就加一個酵素 那樣 那通常我加的 就是 兩盎司 山竹汁 那兩盎司 有機的 蘆薈汁 那跟著呢 就倒些酵素 跟著呢 就拿開水 那樣 那我自己每晚呢 我就喜歡喝 就是當這個 就是飲品的 是 那我就加些 礦泉水 是吧 那喝起來好像有些 口感好像一些 汽水 那我每晚都喝的 那其實呢 我們怎麼知道 我們要求我們 知道我們的身體 排斥那方面 好到什麼階段呢 我怎麼看呢 就看我們的訓便 那一般健康的人的訓便呢 那習慣呢 是一天呢 是一餐一次 就不是一天一次的 那和拖起來呢 是比較上呢 就不會很困難的 那拖出來呢 當然那個訓便會成形 成形 那會在水那裏呢 就是 就是小小沉 就不會浮在那裏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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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沉的 那但是呢 應該就不會很臭的 好了 還有一個很重要呢 當你吻的時候 吻死的時候呢 如果你那個訓便 那個是 是一個很健康的訓便 你吻是乾淨的 就是一些訓便都不會有的 那就是說呢 是乾乾淨淨的 一吻就吻了 是不會黏在那個屁股裏 那這個就讓你知道呢 到底你那個身體那個 排斥的那個能力呢 是不是最好呢 是不是達到最佳的標準呢 就不是一天一次 那就是的了 嗯 明白 那跟著 如果在同類療法方面呢 你又會 就是你的專長在那裏 那有什麼可以幫到的病人呢 那在我們的 我們的公公 就是我們所謂的那麽多的 治療工具裏面 那我自己是一位 除了治療法之外 我也是一位中醫啊 脊醫啊 但我其實呢 我的最強的強項呢 就是在同類療法了 我同類療法是大概 1982年開始學的 到現在成三十五年歷史的了 那我主要的病人 都過了成三萬幾個 現在最近三萬五千幾個了 那我就會 我第一件事呢 我都企圖呢 先去找一下 有沒有辦法找到一個 好的同類療法療劑 嗯 因為那種醫療裏面呢 同類療法呢 可以這樣說呢 是最 就是 最快 最安全 最合乎經濟效益的 是 所以我永遠我都會先去那邊 探討一下 有沒有一個好的療劑呢 那當然呢 很多病人來的時候 身體真的太過傷殘了 你這樣用療劑呢 是不足夠的 那但是呢 如果一個基本上健康的人呢 身體不太殘破 器官的功能還好啊 那在這種情況呢 同類療法是發揮得很快的 功能性的問題 好了 那我們有很多療劑 那首先我們介紹幾個 大家都知道了 我已經在 開班了 我們有同類療法的班 那我們都教了幾年的了 那我們都會介紹 就是介紹大家呢 怎樣呢 是可以自己 學懂了應用同類療法 在那些救急啊 那些 那些 場合呢 其實呢 自己認識是很重要的 是是是 所以大家有興趣呢 當然可以上我們的網子 看一下 我們那個阿嬌治療法學院 那就已經可以 可以報名的 那我們的課程呢 我們會教三百隻療劑 當然都是兩三 三年左右的 過程裡面都不是一個 但是每一個星期一次的 每個星期 晚上三個小時 有時星期四 有時星期三 視乎我們那個課室的安排 是 好了 那第三方面呢 我第一個要介紹呢 就是阿森的阿森 阿森的阿森 通常阿森的阿森都是一般 皮膚呢 通常又乾啦 有皮舌啦 又癢啦 有一種氢的 氢是比較重要的 是一個burning 那樣的 但是呢 阿森的人呢 很有趣 皮膚的症狀呢 雖然他有一種卓熱感 但是呢 他喜歡暖呼 反而更舒服的 嗯 那這種人呢 通常呢 有他的體型啊 有他的性格 那這個在我們那個 在我們那個 課程裡面呢 會解釋給大家聽的 因為同學療法 是一種不同的人 所以我叫同學療法呢 其實是各種不同的人物 OK 那生療型的人呢 通常呢 就比較上呢 是緊張的 是 就是焦慮多的 還有是 是很 很不安的 就是他經常都是 揮著那個醫生 有些什麼小小東西 就打電話找你 這樣 是很焦慮 很緊張的 型的人 通常呢 比較瘦瘦一點 這樣 好了 那這個就是那個 新型的人 新型的療劑 還有一個呢 是剛剛跟新型的相反的 是肥肥白白一點的 做事是很 就是很穩陣的 很小心的 但是很有系統的 那這類的這個療劑呢 這類的療劑 這個人是什麼人呢 是鈣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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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鈣型 是鈣型 那當然呢 那些療劑呢 就是背殼裡面 刮些出來的 它刮些背殼 然後把它 用了特別的 稀釋 就是稀釋 和充能 來成為一個療劑 那當然呢 這個症狀也是這樣 症狀是乾 有很多的 一塊塊 還有很多時候 就會裂開的 OK 那這種人呢 通常比較 就是 肥本一點 腳人怕冷一點 還有手腳呢 有很多濕濕濕濕的 有些這樣的 寒濕的 那他當然喜歡吃很多 有很多特徵 他喜歡吃雞蛋 很多吃甜食 雞蛋 流魚類的食物 那他個人呢 都是比較上 都是會緊張 那他緊張的原因呢 就是他們呢 是一些很負責人的人來的 是 做事呢 就要做到盡啊 做到足啊 那樣 那他才會休息 所以他不會休息 那當然呢 這些人呢 就是好做得好捱得 那當然也很緊張 他緊張什麼呢 他緊張呢 那些工作做不做到啊 緊張死了 這個病啊 會不會令到我無法上班啊 就是他那個緊張的來源 是一個責任感的 是 身形的人呢 Synika Elban 那種緊張 是怕自己受苦的 嗯 他會覺得我好痛苦的 我不可以受苦的 我不可以病的 那樣的 那樣的 那但是蓋營的人呢 就說呢 哎呀我害怕 我很緊張啊 那病會不會搞到我 就是處理不了家人啊 搞到我無法上班啊 那那種責任感很強的 那所以呢 那在同學療法 我們那個過程裡面呢 大家會學習到呢 是有三百種的 好 就是是非常之厲害的 是 就是牽涉的範圍都真的很廣泛 是啊 如果大家真的想照顧自己的家人呢 我始終覺得呢 始終呢 如果能夠自己學習到一個 這個姿勢啦 這個姿勢啦 這個姿勢是一種 可以這樣說呢 是保命的姿勢 是 好 那這節時間呢 我們又差不多了 我們休息一休息一會兒 再回來繼續我們的 自然療法與你 今天的題目就是牛皮線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成立於1987年 率先將自然療法 同類療法 和碗腸水療引進香港 我們提供各項整存性治療方式 排除體內毒素 增強自身免疫系統 一切盡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電話25773798 網址3W.NATURAL HEALING.COM.HK 歡迎大家再回來 第四節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繼續今天的題目就是 牛皮線或者叫銀舌病 宇姻先生 剛才提及同類療法 醫治牛皮線的問題 你提及了兩種療劑 有鮮或碳酸鈣 其實大家都是同一種病 牛皮線 但不同人的體型 性格 原來是要用不同的療劑 除了對症之外 其實同類療法是對人的醫療 會否還有其他療劑可以幫助呢 很明顯 我們是醫治人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是醫治人 不是醫治病的名字 很多時候有些人就會習慣了 這個病用什麼藥醫 其實坦白說 在同類療法 我們為什麼這麼成功呢 我們真的醫治人 因為人病不是病 不是病的本身 所以這個人的病就會好 所以我剛才所說 有不同的人患同樣的病 例如我用的療質 會完全不同的 我再介紹 有一個叫石脈 石脈 石脈這個療法 那種症狀 當然有很多些肝 裂 還有很多時候 它有些滲透物走出來 就是污成的滲透物 很多時候 它的患處 就很多時候 會在那個手背 耳背 耳背 耳朵後面 裂得很厲害 頭皮 那裡 還有那個陰部 伸直器官部位 還有這些症狀 晚上會比較差一點 那食脈型的人 那種體型 都是比較常 是肥胖一點 不是很精靈 就是比較鈍鈍一點 肥肥一點 好了 還有一個 跟著有一個療質 那個水銀 銀 那個Mercury Solobalis 是一種溶銀 那種 其實可以這樣 是一種水銀 但是大家知道 我們不會用水銀 來給你吃的 我們只不過 是用一種水銀 開始 跟著 就幫它不斷稀釋 是 一種融蟗 Mercury Solobalis 好了 那融蟗的那個 正形呢 有些什麼呢 那原來融蟗的人 通常就比較上 就是內涵一點 不是說 比較上 是 科毛 就是那些 就是 規規矩矩 那 但裡面 是很強的 亦都有很強的情緒 還有那個衝勁的 那通常呢 他們呢 就是會有很多些 水狀的症狀 譬如喉 喉嚨那個 有很多口水多些 或者那個淋巴腫脹 或者口腔 是有些潰瘍 那樣 那所以 通常呢 就是水銀 就是很有趣的 它對那個天氣的那個 溫度變化很敏感的 但是大家知道 水銀是紅椒表 是不是 紅椒表味 對那個 溫度那個 那個冷熱 那個漲縮 會很好 所以就成為一個 韓椒表 那麼 那麼 水銀呢 就是比較水性多些 的 潰陽性多些 的正座 好了 另外一種呢 再給我介紹 就是 Marserium 因為 因為牛皮鎮 都是一個幾常有的問題 那麼 Marserium 中文是叫睡香 睡香 那通常呢 這些人 都有一些比較 幼細一點的 白色的 小小那些 那些 皮切性 那些 那些 皮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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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範圍都很大些 那麼很多時候呢 你發現呢 這些的牛皮鎮 上面 是比較常很癢的 比較常癢的 但是 因為我講啦 其實牛皮鎮都很癢的 是吧 但是這一類的 牛皮鎮呢 那個睡香的 牛皮鎮呢 比較癢的 還有呢 很多時候呢 它上面呢 就會起結礁 那下面呢 下面呢 就有一些水液體滲出來 那記住 它全身都是的 比較常癢的 症狀很強的 上面會結礁 下面有一些液體滲出來 那還有一個特徵呢 它們呢 如果你用凍褲呢 它會覺得 舒服很多 舒服很多 好了 還有呢 還有呢 再介紹多幾隻 Petroleum 石油 OK 石油這個療劑呢 都是呢 比較 整身是很乾的 皮膚整身都是比較乾的 那麼 通常呢 那些癢養呢 都是呢 是晚上一叉啦 尤其是 在床那裏呢 睡在床那裏呢 因為床比較暖 那一熱了之後呢 它就會比較差一點的 那但是呢 那個石油那個 那個症狀呢 很有趣的呢 是冬天叉的 OK 就是平時呢 有季節性 是 它到冬天的時候呢 就會發得很厲害的 烈得很厲害的 白白 就是癢癢 那些就是乾的 是一個很重要的症狀 是 很乾 當然有紅 有脫皮 有裂的 那癢都是一個 一個很重要的症狀 這個 這個 這個石油這種 患病的人士都幾慘 冬天冷的時候 穿暖一點 晚上睡在暖的牆上 但是又會再差一點 是啊 很多時候 那些病人會告訴你 我晚上最辛苦的 那時候你問他呢 是因為時間 是 中醫都有講 是有個時間的 但是還有一個原因呢 可能你那個 晚上你睡在一張暖的床 那 因為可能 暖的床 蓋著暖的皮 是令你的正常差的 是啊 所以很多時候 我們要考慮一下 為什麼會差呢 因為暖的床 令他差呢 還是因為睡在床 那個位置令他差呢 還是因為時間的因素 是令他差的 所以選擇同類療劑 去配合這個病人 這個病 都要很細心 要很仔細去挑選 要醫生的經驗去斷證 沒錯 就是 同學療法呢 有250年歷史 擔有100個國家 有政府認可的 同學療法醫生行醫的 但始終呢 在我們的香港 中國人社會呢 是同學療法 認識的人是很少的 應用的人都很少的 那其中的原因呢 為什麼同學療法 未成為一個主流的醫療呢 那當然呢 其中一個是經濟原因 是 就是同學療法一共 是一種很便宜 很有很快趣 醫好病的工具來的 用同學療法的人呢 如果從小開始用呢 根本是很少便宜的 嗯 所以在經濟角度呢 他就不會製造 醫生醫學界呢 藥廠呢 是帶來很多收益的 所以呢 同學療法的勢力呢 經濟勢力是很弱很弱的 經濟是被人打壓的 那當然呢 消費者是自己明白啦 要保護醫療的自由啦 不要被一個這麼好的醫療 是消失了被人打壓了的 好了 那再和你再介紹呢 就是一個野角啦 Woodstock啦 那如果呢 你的一個 一個同學療法的療劑 通常都是呢 又乾呀 又紅呀 又有些皮呢 又有些鞋子是濕濕啊 差不多損光了 痕也是一個很重要的 也都很痕的 那但是呢 野角的症狀呢 熱呼會舒服 熱水洗澡啊 會舒服的 那個人呢 多數都是很不安啊 騰騰鎮啊 走來走去 多動動啊 多喜歡運動啊 那還有很有趣喔 他喜歡喝凍奶喔 凍鮮奶喔 這個是一個野角的 好了 跟著呢 就 Cipier Cipier Cipier是什麼呢 Cipier就是 蜜魚汁 那蜜魚汁 那通常呢 就是 那個症狀呢 可以看到呢 皮呢 整體來說很厚的 還有呢 它那個症形呢 是有一種圓圈形的 的症狀 一環一環的 那很多時候呢 是用在一些女性 荷爾蒙 嗯 那通常呢 那通常是女性啦 啊 在荷爾蒙的經驗期啦 會比較容易出現這個症狀啦 那還有呢 那還有呢 蜜魚汁的人呢 非常是怕凍 啊 還有呢 是比較吻疹的 哈哈 那看一下 那再另外再介紹一些 大家應該很有興趣 是啊 是 雖味的人 斐燃草 retrospective czeipesag alcool Julia 救燃草,這種形狀呢 都是情緒有關 是 非燃草呢 一 smith 普遍草 ig 椭我们 livro 字幕 是 是No.1 癌症的病人85%是和情绪抑鬱情义结是有关的 所以如果我们在那个治疗过程 能够了解到那个病人的心境 尤其是跟那个时间上的病人应该有些关系 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治疗 一个什么性格 什么心情的创伤的经历 是会帮助我们选择这个尿剂的 所以那个飞燕草的尿剂 是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发现有一种的不开心 被打压 被人欺负 那跟着那个头皮 头皮比较多些 是头皮爆出来 那我就会想飞燕草这个尿剂 好了最后那个尿剂是一个硫黄 那大家知道硫黄是很多时候医皮肤的 是一般的医疗都经常用这个方法的 那硫黄都是痕的 嗯 很激烈的痕的 和是烫的 OK 那同时呢 硫黄是怕热的 所以洗澡 不要给它洗澡 一洗澡就会很差很差的了 那这个呢 就是很多时候呢 硫黄也是一个很好的尿剂 那硫黄有血硫黄的性格 那这个呢 在我们的配药的时候呢 我们会考虑很多很多很多这方面的东西 嗯 好 那除了同类疗法的配的那个疗剂之外呢 那其实还有些什么的治疗工具呢 可以介绍一下呢 那在治疗医疗里面呢 很多很多方法啦 那其中一些呢 那其中一些呢 是我们在我们的诊所都有的 因为我相信全香港都没有其他人用这个方法的了 这叫做体质水疗 是 这个体质水疗都成几十年历史的了 是第一代的医生OG Carol 一个第一代的治疗化医生呢 是开始的 那这个一个 我们在那里呢 他就大概用一个小时 他主要是帮你排毒 细胞的排毒 脊椎的排毒 因为我用那个小凌晶去处理它 那跟着呢 就是我们那个 那个血的排毒 因为用很冷很热的毛巾敷的 就不是浸在水池那里 是 用一些很热很冷的毛巾交替 你敷你的胸背的地方 跟着呢 我就一个 一个德国的光疗机 加上你身体的自身的尿液的频率 来帮你清洗身体的细胞的频率 那最后呢 就用一个小凌晶呢 就做个脊椎了 那这个叫做体质水疗 我们曾经何时呢 就有很多小朋友来做的 尤其是暑假那时来做呢 那跟着他的体质好了 是很需要 就是不需要再搞很多东西的了 是 那 当然了 大家都听过香薰 是吧 那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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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最简单的了 就是可以白白白的 是 那有时会用那个香薰的 有时 浸一下浴 那 那当然你都可以塗在身体里的 是 那我也都有一些浸浴的工具 就有一些人身粉的 是 有人身的 就是 加在那个浴缸那里 它会浸浴的 很可惜 香港很多的家庭呢 就 把浴缸呢 就是 硬硬是 是 地方洗 那其实浴缸呢 是可以浸浴 也可以 都可以当花灑 那 你不需要将它 所以 因为呢 用浴缸的浸浴的医疗呢 是 很好用的 很好用的 那所以呢 如果既有浴缸呢 记得用香薰油浸一下浴 用那些 我有一些公司 有些很特别的人身份 它在这方面 会帮助得很好的 那 还有一些工具 那 比较新一些的 就是 微循环系统 因为有种的 大家都了解 血液循环呢 是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 以及影响我们的疾病的 如果我们的血液循环好呢 我们的身体都会好的了 那当然 大家一说起血液循环呢 第一件事 会想到 有个血管 有没有心脏 有没有闭失 有没有冠状动物 有没有闭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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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一个脑方面的 脑袋的血液循环 那 但是其实呢 我们的大 那个血管 就是动物静物呢 是占我们的身体血管的 大概三十个percent 三十一个percent而已 其他七十个percent 是什么血管呢 是微丝血管 那当然呢 微丝血管都不动呢 你带血管 就有血压 有血压 有血压高有成 那你能够疏通过微丝血管呢 你那个养分呢 会增加了 排污的能力 会带走了 接着呢 就是那个免疫细胞了 白血球了 它推动得好了 那所以呢 有一种叫做微循环的治疗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以前都在299集 那个呢 我都介绍呢 有个频率治疗 那频率治疗呢 当然呢 是早年呢 是用来医癌症的 在我们的医药里面呢 频率是一个很重要的治疗来的 那么 那么 身体的细胞 身体的器官呢 都有不同的频率的 那么我用这个频率的治疗呢 是将它呢 是来到推动它的身体的 那 这个是一种移气的治疗啦 那 但我也都有过 在同时呢 就用一种拍打的频率 是 一个percussion的频率 那么呢 那呢 它呢 就是一个用的手法呢 那个病人在这里的 那半个钟头呢 它就用一个手掌的拍方法呢 它当然整个人包都很困扯的 那在一个空衰那里呢 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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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砰 就是令你的身体的器官呢 是产生共振 一个身体的 就是活化你的器官 就是简单来说 是 活化你的器官 那么当然呢 还有一个是 那个洗腸啦 是不是 因为洗腸是很明显 一个很直接的 是的 洗腸里面有时加上咖啡一罐腸 那咖啡会怎么样呢 会令到你的那些 那些肝痛呢 会提升得很快 那么也都有一些人知道呢 是定时呢 是做一下那个 那个清肝胆 或者是吃一些生机饮食 甚至是活断食啦 是 很多病人呢 那个牛奇星的病人呢 都有这样的经历的 他试过呢 如果我真的做断食呢 我真的清楚的 那但问题 他不可以做自己做断食 是的 那所以呢 他虽然他自己知道呢 断食可以帮到他 但是呢 他始终呢 都是要吃回那些东西 那所以呢 断食呢 不是一个长远的工作 那但是真正正呢 就要我刚才所讲的 很多很多方面的工具 来到帮助大家 才可以彻底长远呢 是将这个牛皮线呢 是消除的 那但是牛皮线呢 其实说真的来说 不是那么容易 完全消除的 嗯 那有时你剩下少少了 譬如很多 很多八八九九 那有少少呢 都不要强行呢 就忍不住手 拿药膏去按它 OK 那大家都知道了 那除了是 嗯 压力啦 就是减压 一个很重要的啦 那正确的就是 阳光啦 那因为沙太阳 为什么重要呢 因为沙太阳呢 维他命D嘛 对不对 是 那还有呢 就是香港地呢 可以做神魂啦 就是行路啊 是 消化的 那会改善的消化系统啦 那有些人又有头皮了 就是有牛皮线 是什么头皮呢 那通常呢 在这个情况之后呢 就尽量呢 就尽量呢 小了头呢 就不要拿风筒去干出去 嗯 因为他通常已经够干了 那有它自然自然干啦 那盡量呢 是避免那些 就是啊 就是啊 一茶药膏那种的 因为始终大家都经验了 知道是从来 没有人因此 彻底以好的 嗯 你不信你问所有的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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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牛皮线的病人呢 大部分人用了很多元呢 都是不会好的 那还有一样东西 就是药物 有些药物 有些药物 那些抗抑瘀药啊 Livium啊 有些可能 菲律固醇的痴缘药啊 有些是Coloquin啊 有些菲律 或者心脏病那些那些那样呢 其实都是很引发的 那所以呢 大家呢 尽量呢 遇到这些问题呢 尽量用自然的工具啦 是 不用用那些泡药去这样医的 那还有一个 就是那个 那个念珠菌 好了 那还有一样东西呢 我们都在 我们会留意呢 就是那个甲藏腺 是 发现呢 那个牛皮线的人呢 很多时候呢 是会有甲藏腺的症状的 那牛皮死的人呢 很多时候呢 都见到比较肥胖少少的 那肥胖的人呢 通常呢 是甲藏腺的肥胖呢 都是会 会导致 那些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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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荷尔蒙药啊 那这个呢 也是很危险的 那需要这些这样的处理呢 呢 其实很多天然的工具 可以帮助我们的 正常的自然的荷尔蒙的平衡 就不需要用一些这样的荷尔蒙药呢 那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 那些这样的荷尔蒙药呢 是会导致癌的机会 又增加很多的 明白 好 那今天就多谢了 袁医生和我们的分享 那我们的时间都差不多 如果各位有急切性的问题呢 就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袁医生会诊的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而在海外的听众呢 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网上的会诊的 那大家可以E-mail去我们的网址 E-mail address cs.naturalhealing.com.hk 预约的 如果想重温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r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搜寻 自然年发与你 就可以听完我们的节目的了 今天谢谢你啊袁医生 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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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